沈阳地铁4号线都运营两个多月了 我还从来没做过呢 主体色调为紫色 很有时尚感 据说车厢内的LED灯带 可以变换8种色彩 现在我们到西塔站了 去西塔 买点朝鲜卓 拌菜 我们在A口下 然后往这边走 大约10多分钟就到西塔了 从这个A口出来 然后简直往前走 大约300多米 就到朝鲜卓一条街了 这家有一个核桃村 挺多人排队 估计都挺好吃 排阵长队 鸡鱼饼 里面有红豆和巧克力的 红豆的3块钱一个 核桃饼鱼鱼块钱一个 这就是核桃饼 都是羽毛平的 这像是核桃式的 嗯 里头是什么蛋糕啊 对 我还以为是个饼呢 我已经是有核桃 里面确实有核桃的 但是很小 已经到了朝鲜卓 他我有现场直播呢 透菜直播 这也卖有鱼饼的 酱辣椒 鬼的酱 红膜 240一斤 高丽参 这茬多甜的 14一斤 一根肠21块钱 你查14一斤 这个肠怎么长 这是大肠头带肉的 25 还是这家安阳泡菜 人气最烙 这花上了一点鲜 菜子好诱人 这个腌辣白色的酱 辣酱 这家人也挺多 这家人也挺多 我下里有多少 老长10点 人都没事 还有咸蒜 我把20 有钱 有钱 这10块钱 这花生挺好吃 还有好多次了 米酒 自己酱 自己酿的 这多钱一条 看这大肛 原来辣白菜 萝卜 这是朝鲜族的打糕 把糯米蒸熟 反复锤打制成的 外面裹的是豆粉 还是原味的最好吃 它原味的好吃 那你给我来10块钱的吧 今天水阳天气特别冷 顾客比以往少了很多 今天车挺冷啊 拿手机的手都冻的 不行了 哎呀 这有很多小吃啊 好吃的 鸡爪的 鹽糕 这多钱一块啊 哪个多钱 这个 这什么呀 饭团 饭团多钱 这多钱 鱼饼6块钱一串 这都是鱼饼 这多钱一份 10块 这是煎的呀 对对 好吃吗 肯定是好吃 对吧 那汤的麦是蒸的 你这是炒 你这是煎的哈 对这是煎的 一个 一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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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这包 那个是辣的吧 啊少来辣的 这一个 朝鲜族特色的美食 米肠 是用猪肠罐的 绿豆芽 菜帮 猪血和糯米 搅拌制作 咸鲜好吃不油腻 十二一份 外面太冷了 和这吃两口 盐糕 这一碗米饼 糯米的 这多鞋一袋 这怎么送来的 这是那个蒜团包饭 多鞋一份 这条街到处都是卖酱菜 泡菜和干货的 价格和口味都不像上下 买哪家其实都差不多 这些拌菜随便买几样 都得小一百 这种干料 干菜 你看看我今天 在西塔买的 这是那个 拌辣干豆腐 鸡杆 这个是细的那个萝卜条 这个是辣咸的 一袋辣白菜 十块钱大糕 还有一袋辣酱 做辣白菜用的 西塔大酱王 我最爱吃的 这个炸花生米 这次买的是咸辣口的 舌头饼 鱼饼 香软酥甜的豆沙鱼饼 口味还不错 用鱼的模具做的 里面没有鱼 吃上的米肠 还有一小瓶的酱辣椒 这酱辣椒做的真好吃 这些也得花了一百多块钱 就用这个团子 就用这个One 抢篮 一架 有一万 一万 周 请 抢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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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